中国女排0-3惨败巴西,一战暴露致命短板,晋级四强郎平笑不起来,北京时间6月29日,2018世界女排联赛小组在A组继续进行,在一场焦点大战中,中国女排迎战老对手巴西女排,本场比赛,中国队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,最终中国队0-3不敌巴西,以小组第二晋级四强将占美国, 由于两队在第一场比赛中都取得了胜利,所以中国和巴西已经携手进入四强,本场比赛的胜者将成为A组第一,在明天半决赛的对手将是土耳其队,而本场比赛的负者将迎战美国队,本场比赛中国女排派出最强阵容出战, 主攻朱平,刘晓彤,副攻颜妮,袁新月,接应龚翔宇,二船丁霞,自由人林立,第一局,开局取得8比5领先的中国队,被巴西队打了个11-1,以9比16落后,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, 中国队在这一段主要是一攻组之不利,一船也有些不稳,此时李莹莹,曾春蕾和刁林宇先后换上场,尽管中国队成功度轮厚,顽强追分,但还是以20-25输掉第一局,大比分0比1落后,第二局,巴西队一度8比6领先, 不过此时曾春蕾和朱婷爆发,帮助中国女排紧咬比分,但是实力更生一筹的巴西队,还是在局末阶段拉开比分,取得2分左右的领先,不过中国女排也并没有放弃,连拿2分后,将比分追至22-23,不过关键时刻中国女排轮次错误,巴西队25-22拿下这一局,取得2-0领先, 第三局,中国队在中局阶段仅要比分,不过巴西在局末阶段巴黎取得领先,但是中国队也没有放弃,中国队将比分追至22-23,但是还是逆转比赛,最终中国队0比3败给巴西,以第二名身份出现,中国队本场的表现又不是特别理想,其中部分队员更是失误连连,网友甚至惨言不想看了, 还有网友表示,目测今年又是第四名,不过也有网友道出了真相,两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,中国除了朱婷啥都没有,的确就今天的整体表现而言,巴西队明显比中国队高出一个档次,虽然中国队有朱婷,但是朱婷的对角真是大问题, 不论是刘晓彤还是李莹莹实在有些差强人意,虽然已经紧急了四强,但是如此表现,冠军真的已经成了最远的目标,朱婷真笑不起来。